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涛涛我回来了 这一期视频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好玩的网站 就是叫HumanBenchmark 大家可以看这屏幕上这个网站 HumanBenchmark.com 这个网站大家从网站名字也可以理解 就是给你的大脑跑个分 然后和全人类的同胞们比一比 然后废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开始我来给大家介绍这个网站最好玩的几项测试 同时也欢迎大家自己去测一下 大家测试完也可以把自己的分数在弹幕上打出来 然后和弹幕大神进行一些比较 我觉得一定会有弹幕大神的 对不对 毕竟弹幕大家人均清华伟大 人均博士 人均沃鲁职业先生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 第一项特别好玩的测试叫Reaction Time 就是你的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测试 我先喝口水 这个Reaction Time Test很简单 就是你先点个屏幕 然后这个屏幕会变成红色的 这个时候它变绿的时候你点一下屏幕 这个就是它测你的反应时间的 为了它能纠正误差 它给了你5次机会取一个5色平均值 然后咱们现在看一下我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咱们现在开始 专心 崩了 紧张了 这个平均下来是183毫秒 感觉跟我之前的平均差不多 我历史最好成绩有过150多毫秒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叠这个统计 179毫秒大概在这个位置 这个大概是中位数 平均反应是215 如果你比215好的话 那就说明你已经比平均的人类反应速度要快 我估计要什么电竞大神玩这个反应 可能都是110、120之类的 我表示不服 咱们再测一次 最后一个怎么又崩了 179 今天我反应速度就在180毫秒之内 这个我建议大家还是真的找一个鼠标比较好 大家千万不要在触控板或者手机上玩 因为你的触屏的延迟 加上你网络信号的延迟会很高 大家还是找一个电脑玩比较好 咱们下面进行下一个测试 下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visual memory visual memory 它是给你一个 比如说从二乘二开始给你一个图形 然后你去记上头 有哪些方块是标了白色的 然后它在消失的一瞬间 你可以点回来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从3.3的开始 大家可以看这第一关都不是很难的 接下来我就得专心了 因为我就得记了 这就开始有点难了 现在反正你错了三次就没法点了 我竟然猜对了 这个到14太难了 我之前最好成绩就是14 14之后东西有点太多了 真的不太好记 我的结果就是14 我一直以来的结果就是 我给大家录这视频前 我也玩了好多次 我的结果就一直是14 14大概处于这么一个水平吧 我真的怀疑那些能计16 17 18的人是不是作弊了 最后真的太难了 因为你最后7乘7的格子 它就闪那么一下真的太难记了 来咱们进入下一个测试 下一个测试就是Hearing Hearing的话就是它能看你到多高的频率 你能听见 或者多低的频率你能听见 大家最好测这个时候把眼睛捂住 就不要看着屏幕上那个数字 就是真的真实 我给大家试一下 现在开始 我刚才听了 18799 我现在把音响声音开大一点 刚才开的声音有点小 我开个40 咱们重新试一下 18799大概什么水平呢 大概处于这个水平 人的听力不是2万赫兹吗 那说明我听力保存在可以 妈妈告诉我 从小耳机声音不要开得太大 咱们再试一次 19083 刚才是多少 18799 我估计就差不多在这个区间 我能听见 可能我的听力就在191万9千赫兹左右 它证明听力还可以 然后下一个测试 给大家介绍一个 Verbal Memory Verbal Memory怎么理解 就是你记词 就是你一开始 它只有两个选项 叫Sine或者New Sine呢就是你已经看过的 New呢就是新词 那你一开始的词呢 肯定都是New 对吧 你就点New 大家也是 也可以看认不认识这些词 弹幕里大神来来来 翻译一波英语 比如这 你肯定第一个词 你肯定是New 对吧 Fulk 然后这个刚才咱们看过了 所以就点Sine 对吧 7级 77分 大概处于这个位置 还可以吧 我觉得如果刚才专心一点 可能能取得不错 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but anyways 这个就是Verbal Memory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Number Memory Number Memory 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说 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 就中国手机号对吧 11位手机号 你能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借来 我觉得 14 15位可能真的就有点难了 但这个东西因为老 因为英文嘛 你想想都是双音节或者三音节的词 就是老外玩这个真的挺差的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底下的这个Stats就知道了 认真这5374 你就记53745374 这个我就给大家视频就快进了 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崩了 凑了两个 Level 14 14在这已经很可靠了 你看这上写了 The average person can only remember 7 digit number reliably 就是平均的人呢 只能记7位数 就非常可靠的情况下 但是用的这些Nemonic Techniques呢 就像你看这底下 又跟你说了很多 记音节的方法 它给你链接到Wiki 对吧 就是比如说中文就是单音节 12345678910 你就比较好记 就比英文的12345678 这样音节多的 好记很多对吧 这个刚才我跟大家已经提过了 下一个非常好玩的呢 就是这个Typing 这个Typing Test 我觉得大家最后的这个WPM 就是Work Per Minute 一定要乘上那个Accuracy 对吧 如果你比如说你打了200字 每分钟 但是你的Accuracy只有50% 那也没有什么屌用 对不对 那我现在开始打字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答字的水平怎么样 现在开始 103 99 accuracy还不错呦 我之前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自己试了一次 然后当时是100WPM 然后97% 这个它防止你背板 它每次的这个文本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这里有应该有无数的版本 我每次打基本都是不一样 行了 这个就是本期的视频内容了 欢迎大家去这个Human Match Mark 来看一下自己在各方面反应速度 图形记忆 单词记忆 数字记忆 打字速度 还有听力 在全人类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也欢迎大家把测试结果都打在弹幕上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想看一下大家你们的测试成果 那我是小刀涛 我们下一期视频 再给大家带来更好玩的东西 拜拜